嗨,大家好,我是Casey,张成 今天的视频想你们分享这个食谱就是燕麦欧包 这个燕麦欧包它的口感和味道是蛮特别的 和一般上的欧包是有点不一样 而且这个欧包呢,它有高纤维和高蛋白质 低碳水化物,还有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糖分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面包 而且吃了一片或两片,就有那种饱足的感觉 这个欧包的做法呢,蛮简单的,不味复杂 首先,先准备好面粉 这里有24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再加60克的燕麦粉 过后再加30克的燕麦麸 然后将它们搅拌均匀,放一盘先 接下来就是准备一盆250克的清水 然后加5克的盐 如果你不加盐也是可以的 现在将它们搅拌均匀,给它溶解 溶解之后呢,接下来就加80克的天然酱 然后把之前混合好的面粉加进去 将面团搅到一般时 最后就把30克的橄榄油给加进去 然后再继续将它搓成团,就可以了 剥成这样子之后呢,就将它醒发2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做一组的生长和折叠 如果你觉得一组是不够的话 那你就跟它醒发15到20分钟 再继续做第二组 在这里呢,我只是做一组而已 卖了最后的 生长和折叠之后呢 就将它醒发半个小时 30分钟之后呢 接下来的做法就是重叠 首先先把台面和刮板涂一层油 然后再把面团倒扣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叠好之后呢 再醒发45分钟 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定型 首先先把篮子准备好先 然后才做定型 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呢 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次用門来塔顺一下 接下来最后一会儿 接下来就完了 好第二个步骤呢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